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不仅如此 更值得他还说道 缠着我不太喜欢 不缠着我也不喜欢 对我太好又不行 对我不太好也不行等等 通过这一通凡尔赛的发言 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我们芝芝还是很挑的 但千说万说 芝芝这么挑还不是因为之前被伤得太深了吗 真的希望我们芝芝能够成功找到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从此缠缠绵绵走天涯 餐桌上谈到恋情是否公开这个问题时 武力芝芝明确表示 我还是不会公开 这句话让坐在对面的邓翠文瞬间瞳孔放大 满脸疑问 小朋友 你是否有太多问号 这就要说到曾经和芝芝一同经历了风风雨雨 分分合合的谢霆锋了 作为曾经娱乐圈内的一对模范夫妻 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片相爱 一度是圈里圈外令人羡慕的对象 然而就在2008年这个与众不同的年份里 他们的婚姻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念照门事件 将张伯芝 阿娇等众多女星 推上了风口浪尖 没关系 有老公在 短短的七个字是谢霆锋对于太太张伯芝的暖心安慰 随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老二的到来 便狠狠地打了关于两个人欢迎危机的传言 就在谣言不攻自破时 四年之后 也就是2012年 他们的婚姻却戛然而止 这不禁让众人感到唏嘘 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问张伯芝 为什么会选择离婚 也许是不爱了 这是他本能的回应 此时的他们 为人母 为人妇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